就是非常烦躁的这个状态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们在回答客人这些问题 都很烦躁 而且没说两句 人家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自己聊天去了 聊天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而且都是当着这些客人的面 直接聊这些有的没的嘛 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水壶真好看 这个多少钱 大概就这些东西嘛 那你把别人俩在那边自己弄 自己弄不懂再问一下 又开始叫叫叫叫叫 非常没耐心啊 他可能跟他们的 有些的信息的这种 公开透明的程度可能也有关系 一个是他们的信息和流程的 公开透明的一个程度 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己作为客人 你自己有没有专心去钻研 他相关的流程和相关的这个就是这种信息 因为你当你非常收敛他的所有的流程和信息以后 那么的话你就相对而言会容易一点 第三点就是说 这种工商和税务它催生了很多的这种产业 然后的话它这种产业的话 其实有的甚至是跟他们是合营的 也就是说中间有那个合谋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哪个公司 那么我来专门给你办理这个工商的代办 或者是说办理这个销户 或者什么的 然后的话我收你一千块钱 但是我在这里面我可能要分配给相关的工商的部门 要分配一些利益给他 然后的话我在这个当中 我可能来说你就省心了 你就不管了交给我 我可能给你一天两天三天就办好了 但是你自己办可能他的态度不好 然后的话他的流程不公开不透明 然后你他的各种的刁难 服务也很不好 然后的话可能来说你自己给你拖了十天二十天 你也没办下来 然后你的心情也极其的糟糕 所以你还不如花钱去买 然后花钱买又助长了他们的这种类外的勾结 就导致了这种贪污和腐败 所以的话就像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 所以因为那个年纪都在三四十左右 我也在想是除了你刚刚说的原因 还有一种是不是职业倦怠 天天就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 然后可能客人的一些素质之类的 说到你 其实还是他们的优越感比较强吧 他嫌你 对他优越感强 然后他嫌你素质不高 还有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也就是说 也觉得好像 就是说对他们也是 现在可能还有一点了 以前的话可能来说 对他们有一种仰视的感觉 然后对他们很就是 可能来说会就不敢去像以前了 现在可能好了 以前可能是不是就是说 什么都不敢去问了 也不敢去追问了 当然更不敢去顶转了 更不敢去投诉了 更不敢去抱怨了 像以前可能 现在可能是不是 老百姓的胆子还稍微大一点了 还可能还稍微敢去 说两句话 但是这种说两句话 又像你说的 是不是素质是不是够 你说的点到不到点子上面 你要是说的不到点子上面 别人又觉得你是一个横满物理的去指责他 他还觉得你素质不高 那也是白的 我遇到的几个一起的是年轻人 比如说排在我前面的年轻人 感觉都还可以 但是有聊天的时候就说 他那个态度好差 搞得我都不敢问了 都会这样子讲 所以我也在想 是不是说这种职业倦怠 是不是刻意的 还是说他们自己总结出来 对工作人员来讲 总结出来觉得这些客人很麻烦 他们凶一点 凶一点他们会这种 规矩一点 乖一点 你说就好像老师对学生这种态度 像去年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也是发现 比如说老师聚在一起 都在讲这个学生不好 那个不听话 这个很笨 听到这些我是一点不适应的 因为我觉得 说实话 应该讲没有学生 也就没有老师 对啊 像你刚刚说的 学生都没了 谁来 老师都要失业 对吧 对啊 他本身就是说 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 就是是不是说这些老百姓 还是把这些行政人员 在原来的这些几十年的 原来的日子里面 有没有把他们稍微 又觉得 可能又觉得也不适应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形成了一种 他们也尽量的去 就是形成这种 就像你说的嘛 反正是说 我的职责范围之类嘛 我就给你弄一下嘛 然后的话 多的我一点都不弄嘛 然后的话 那个你说了 到点了 我11点半 我要走了 我一分钟 我也不会给你多呆嘛 反正他本身就没有热情啊 没有什么 就你说 他没有什么这种 满足 成就感满足感嘛 他没有一点嘛 反正我就是 为这个国有 这个政府 这个什么东西 来做一个 就完全是单成了一份 这个 就没有什么 你做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当老师 或者是说你当公务员 或者是什么的 有一份这个职业的 什么热爱 什么 他是没有的嘛 他哪有什么热爱呢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像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像我们铺田这种地方 三线城市 很多人 尤其老一辈 但是现在年轻的 会不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 父母还是很喜欢 把孩子塞完这些体制去 部门去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看 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什么 厦门的一个什么中学 来了一个建桥的 留学回来的去面试 当老师进了 都会说想 想把孩子塞完这些东西 地方去 还是一样嘛 铁饭碗吗 铁饭碗吗 所以我们的老一辈的思想 都是铁饭碗 这个也能够理解 然后的话 就是说像我们长沙的话 应该来说还算是 准一线准二线城市嘛 所以的话就是说 还算比较规矩吧 还算比较开放 比较规矩 也就是没有那么土嘛 像那个东北人说的 那么土 然后的话 什么随便说几句话 得罪了一个什么什么 当官的 比如就搞得他 坐十个月的牢 什么的 像这种情况 在我们长沙的话 当然也有 也有 但是呢 可能稍微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湖南人 长沙人的话 湖南人的话 他们也比较火爆 像一般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搞到这个程度的话 虽然他们东北人也火爆吧 但是我们这个湖南人 可能更加刁钻一点 不仅仅是 我们这边的人 就不仅仅完全是蛮干嘛 我们这边的人 除了这个 鼓励上的蛮干的话 就是他们也会用 一些 怎么讲 就是我们这边的人 可能来说 也出一些这种痞子和这种政客 这种政人 所以的话 他根本就 各种方式他都会 他不仅仅是武力上的蛮干 这种体力上的蛮干 他也有这种脑力上的蛮干 所以的话 总要把你搞到底为止 所以的话 我们这边这种 就是听起来那种 那种很 骇人听闻的事情 也有 也有了 也有 但是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吧 嗯 明白 这种服务型的政府 所以我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 我感觉吧 我感觉 我是表面上感觉 表面上感觉 这个英国政府的 这个服务型的政府 还做得蛮好的 就是说 就政府本身而言 他们表面上都是这个 就是很热情啊 主很周到啊 嗯 然后的话 那个 这些中间环节 可能就 中间环节可能就 就就就就比较 嗯 你像那个 律师 你像英国的律师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说 那就 你没有什么 几百英万 几千英万 你都 去都不要去 那他就是说 嗯 纯粹的 就是一个 那个 跟 跟这个 官家 跟这个 势力是勾结的很 很深 很深入的 也就是说 嗯 可能那个 单官的 在英国当官呢 他 并不出来 他也不敢出来 欺压你 他根本就不敢出来 他也不敢出来 就是说 他面对你的时候 他一定要 跟你平易近人 就是跟你是 好像是 任何 跟任何一个人 都是平等的 但是 对 但是那个 就是 私底下这种 呃 就是中间环节嘛 因为你 你要打交道 他们的 就是说 这种体制的话 你要打交道的话 他就是说 普通老百姓 他是很 呃 或者是说 很很难 或者是很不敢去 嗯 不敢去 呃 跟 这种 有权有势的 方面去打交道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就导致普通老百姓 会要求助于 这种什么 律师之类的 然后啊 这种律师之类的 都是 门槛很高 然后收钱很 很 很贵 普通老百姓就 求律师 他也求不起 所以的话就 没办法咯 只能放弃咯 然后上街去 看议 去世卫游行 去看议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世卫和看议 去游行的话 往往都是一个 都是一些抽象的目标 他不是具体的 比如说你是要解决一个 打个比方 你自己的 你要工商局 你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投诉 你 呃 看议是没用的啊 这个是具体的问题啊 因为看议 主要是指的是那种 面对于一个 一个抽象的一个话题 那个是看议嘛 那个无所谓嘛 但是面对一个具体的 你的 这个很具体的 个人问题的话 那看议是很困难 很困难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 要求助于这些律师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的话 这个律师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阻碍 就是在英国是这样的 我听说在美国也是 也是那样的 嗯 嗯 OK 好 你说的我倒觉得挺有兴趣的 我感觉你说表面上 平易近人 啊 挺好的 嗯 对 也是考验 考验 考验 是很大的考验 OK OK 对